看电视节目竟然看到夫妻失和了 台中县有这位太太呢 迷上了韩剧妻子的诱惑啊 大老婆的反击啊 结果呢她的亲生回家看到老婆在看这些节目呢 竟然火大了说呢 这些影片会教坏老婆 让老婆闹外遇 结果不但是气着摔坏电视机 还在两个人的床上泼尿 甚至这个摔刀子还说呢 要到老婆的娘家去放火 把这个老婆气到想离婚啊 说她连看个韩剧的自由都没有吗 她向警方申请保护令要图个清景 韩剧里面复杂的三角关系 原配与第三者互标狠话 在台湾掀起高收视率 没想到竟然还引发家庭纠纷 闹上警局 见识生活中有一名中宁的妻子 因为与丈夫感情不佳 于是看韩剧姐妹转移注意力 没想到韩剧的情节让丈夫很不满 她认为看韩剧会万语被交坏 所以禁止妻子看韩剧 妻子不从 丈夫竟然摔坏电视 在床上泼尿 恐吓放火烧屋 水果刀射漆 妻子跑回娘家 还打伤妻子家的人 气得妻子要肃请离婚 袁锦说丈夫因为失业 常常喝酒 回家看到妻子和韩剧 气得大吼大叫 两人还因此大打出手 如果家暴的证据齐全的话 我们会建议那个被害人 申请暂时保护令 因为那个暂时保护令 是法官书面审理 就是我们附上去的证据笔录 那一些东西做书面审理 核发下来的也比较快 妻子坚持 如果连看韩剧的自由都没有 她决定要离婚 目前暂时申请保护令 至少看韩剧的时候 丈夫不会再回来 大吵大闹 最近陈广瑞台中采访报道